母女情深竟不顾情面大打出手 抓了洋船钥匙大把 她就这样刺起来就一挂 她说那你就去死了 她说再也不想看到你 是母亲期望太高要求苛刻 说了这句话就算你把把刀 就刺在我的心上 还是女儿目无尊长性格叛逆 我就说她两句 后来她就拍桌子 桌子拍起来 我的人生谁做主 小区大事即将叛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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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在当地水厂的一个泵站上班 在个女儿买好 各项生活用品的同时 阿英也嘱咐小云 务必帮妈妈 打理好泵站的工作 小云嘴上答应了好好的 谁知三天以后 阿英回到泵站一看 心里不由地怒火中烧 我就说她两句 我说妈妈交代事情你都没做 她胡说八道 我该做该报水量就报水量 然后为什么我也是打扫 女儿的解释 让阿英的火气一下子窜了上来 她随口就说出了一句气话 母亲的这句话 让小云觉得很没面子 因为当时 她的男朋友小田也在家里 而小田听到小云母亲的这句话时 忍不住站起身来 虽然阿英对女儿的这个男朋友 一直很不满意 但平时小田也还算老实 没想到今天小田 居然和女儿联合起来跟自己顶嘴 阿英索性将平时的不满 一股脑袋都倒了出来 之前说然后说她父母 说她那边什么穷乡拼壤 然后说她父母没本事 然后说他们家庭怎么乱七八糟 就当着她面都会说 在母亲阿英的骂声中 小云的男朋友被赶出了家门 这让家在中间的小云左右为难 然后一方面我不知道该怎么样 跟我男朋友解释 然后一方面我也不知道 怎么样面对我妈这样的指责 就是中间特别难受 小云的男友走后 小云左思右想 与其这样天天和母亲吵架 不如自己搬出去单过 随后她收拾行李准备离开 所以我就觉得 趁这个机会搬出来 其实也挺好的 阿英觉得小云收拾好行李 肯定是去找男朋友小田 为了不让小云的计划得逞 阿英极力阻止 可让她没有想到的是 就在她阻止小云的时候 小云竟然向她动起了手 抓了洋船钥匙大把 她就这样刺起来就一挂 撕下来 当时我这边写的流到满脸 满个衣服 我说我眼睛也完蛋了 对于母亲阿英的说法 小云白口莫辩 她说其实她当时 并没有主动攻击母亲 是母亲一直对她实施武力 就在她正当防卫的时候 无意间弄伤了母亲 我没有打她 那时候没有打她 是自己保护自己 所以我没有去碰到她 然后就让她打 当调解员来到阿英家 了解情况时 事情已经过了很多天 阿英脸上的伤疤 依然很明显 虽说是女儿 无意间弄伤了阿英 但阿英的心里 还是止不住地难过 阿英的心如同脸上的伤疤 被划了很深的一道口子 她怎么都没有想到 女儿会在自己和男友之间 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男友 追随男友离开她成长的家 她更没有想到 因为自己阻拦小云 女儿小云还会和自己动手 阿英觉得他们母女之间的缘分 也正是在小云出手的那一刻 被彻底撕裂了 另一边在女儿小云心里 她也很委屈 自己交了男朋友 本来希望妈妈能够支持 但是一年多来 妈妈对男友小田总是不满意 家里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 最后都会因为牵扯到男友 而吵起架来 阿英为什么会对女儿的 这个男朋友不满意 平时她又是怎样对待女儿 和她的男友呢 面对女儿的幸福 她却百般担忧 我是一个女儿 我也是死不掉 对不对 我觉得她其实挺孤单的吧 内心孤单 被操控的人生 让她有苦难言 想要操控你 就什么都要听她的 我凭什么要听你的话 她的心里就是这样子 重重隔阂下 母女深情又将何去何处 我的人生谁做主 小区大事正在播出 要说女儿的男友小田 最初还是阿英给介绍的 她说小田和她 在同一个水厂上班 是一名普通工人 虽说没什么才华 但人还算老实 因为她也不是说 很有才的男孩 说实话 她只是厂里面 一个普通工人 相处一段时间后 阿英得知 小田的家里 出了三个大学生 她觉得像小田这样的家庭 应该还算不错的 她家是三个大学生 她说她哥在天真 也是医院上班 她姐姐是在深圳上班 2018年春节过后 她便把小田介绍给了女儿认识 因为当时还没有说要嫁给她 也没有说要给她谈恋爱 当时就说只是说同事认识 阿英没想到 自己给女儿签了这根线 一下子就把女儿细牢了 两人还没认识几天 就确定了恋爱关系 她跟我女儿认识以后 三天还不到一周 那个狼的就丢到我家里来睡了 女儿的这个做法 让阿英感到猝不及防 她赶紧进一步了解了 小田的家庭情况 再三追问之下 小田道出了实情 无论阿英怎么劝说 都阻止不了女儿的决定 在小云心里 只装得下小田一个人 一个副团长都问我 她都不嫁给她 随着小云恋爱时间的加长 母亲阿英嘴里的话 也越来越难听 对于小云和小田 阿英几乎没给过他们好脸色 她老是说我是一个 无情无义的人 说我是什么白夜郎 我说得很难听 对 然后说什么吃力扒外的 就各种 在过期的言语之下 母女两个人 谁都说不出心里话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着 我觉得她其实挺孤单的吧 内心孤单 觉得我好像我只要 没有什么事情都告诉她 就觉得我会随时离开她 阿英是爱女儿的 也许正是因为这份爱 才导致阿英对女儿的男友 小田格外地排斥 虽然母亲嘴上说话不好听 但小云知道 母亲其实是希望 小云以后能过上幸福的生活 在两个人交往了一段时间之后 母亲阿英 看他俩铁了心要在一起 于是她提出了一个条件 她跟我说 她说我男朋友如果要娶我 首先要把户口牵过来 对于母亲提出的这个条件 小云心里特别能够理解 从小和母亲两个人相依相伴 母亲心里想什么 她是最清楚的 对 我说其实我妈 还是蛮希望我待在她身边的 那我男朋友说 她要不就把户口牵过来 为了让小云的母亲安心 2019年春节过后 小田就把户口 从湖南老家迁到了厦门 本以为母亲这下 能安静些日子 可谁知还不到一个月 母亲就催着小云的男朋友 马上订婚 女儿已经跟她 到处都跟她去了 那你还不跟她订婚干嘛 对于订婚这件事 小云还是有着自己的想法的 小云希望能有再多一些的时间 和男朋友接触磨合 其实当时我们俩 还小时候再放一段时间 当小云和母亲 说出这个想法之后 不出所料 母亲一如既往地 对小云的意见不予理睬 无奈之下 小云只好顺从母亲的意思 跟男朋友商量订婚时 彩礼金的数额 她说你们两个一定要在端午节之前 给我订婚 如果不订婚 你们两个就分开 就是很强硬 在阿英看来 12万元的彩礼金 实在是不算多 但女儿已经和小田 生米煮成了熟饭 12万元的彩礼金 她也能接受 谁知 当小田和家人商量过后 男方却说 他们连12万元都拿不出来 她爸爸意思说12万好多 她爸爸意思说还要押 小云说 男友家的条件确实有限 可是为了这门婚事 男友最终还是同意 12万8千元的彩礼定金 和改口费 然而让小云没有想到的是 就在订完婚的当天下午 母亲又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 她说 她的父母和我爸妈 钱的关系都没有 我只是嫁给她这种人 我觉得这个其实很没道理的 包括以后男方要回去结婚 我作为新娘 难道我不应该和她回去吗 你让一个男的 自己回去请客吗 就这样 小云一直都不知道母亲 究竟为什么 不让自己和小田 回老家办婚礼 当调解员来到阿英家 了解情况时 小云的母亲 才把心里话说了出来 她说 那就按照我们这边风暑 那我说按照我这边风暑 不要回我老家 等一分算了 那在这边 我这种房子在这边 你回去你损失更大 费用更大 看得出来 阿英对于女儿小云 是无比的宠爱 无论是恋爱交友 还是谈婚论嫁 都能表现出一个母亲 对于女儿的袒护 她希望女儿能够按照 她所规划好的路线发展 找个好婆家 弹个高礼金 少走弯路 过得幸福 可是她对小云的爱 完全淹没了小云 自己个人主见和意愿表达 虽然小云心里很明白 母亲都是为了她好 可是在她们相处 和沟通的过程中 母亲所说的和所做的 都不能清楚地 向小云表达自己的意图 这也难怪 小云对母亲阿英 感到莫名其妙 可是毕竟在这个家庭中 母女相处了 已经有27年 在这27年的时间里 她们就是一直这样相处吗 这里是小区大事 咱们接着往下看 然而在阿英看来 她与女儿小云的矛盾根源 完全出自于 她们之间的关系 她心里 她的心里就是说 我不是理性的 我凭什么要听你的话 她的心里就是这样子讲 阿英说 其实小云并不是 她的亲生女儿 二十多年前 阿英的第一段婚姻 宣告失败 在家人的鼓动下 她准备领养个孩子 相依为伴 我嫂子就是说 后来我嫂子就是说 她说我离婚了 姑娘 下次见 未经许 deficits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一上街就要买衣服 不买衣服就跟你吵架 她说那么难看 她说你自己好好看看 那像什么鬼样子 看了我都要吐血了 在阿英眼里 小云如同亲生女儿一般 她希望小云在她的培养下 能够出人头地 可阿英怎么都没想到 就在她阻止小云打扮的时候 小云却说出了一句话 面对小云的话 阿英犹如万箭穿心 因为已经你的父母亲 已经找不到 我已经如果你找得到 你想写我就还给她 因为我就一睁开 已经看到的就是我这个妈妈 没有特别说 我要去寻找他们 或者说想要了解他们多少 因为这都二十几年了 虽然小云没有寻找 亲生父母的想法 但从那以后 母女二人之间的关系 一下子变得微妙了起来 阿英对小云的管控越来越严 直到小云大学毕业后 找工作也没有丝毫地改变 然后之前有去面试过那个银行 对 银行的一个工作 然后她会觉得 银行好像听起来 还挺好的 在母亲阿英看来 银行的工作十分体面 但小云却更喜欢当老师 当她放弃了这份工作后 立即招来了母亲的不满 去银行啊 认分好多啊 她搭不住啊 就这样 母女二人在小云的工作选择上 产生了很大的分歧 我二十几岁 我有时候甚至觉得 我就感觉在她眼里 我就是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子 最终 小云选择了自己 更喜欢的教师职业 同时也换来了母亲阿英 不断地责骂 经常拿这件事情 对 然后来收我一通 她就会觉得我没有追求 小云本以为大学毕业后 她可以不再受母亲的管控 开始自己的人生 可谁知小云刚工作没多久 母亲阿英又打起了她工资的主意 所以我一让她们就是觉得 我妈在不停地找我要钱 不停地在找我要钱 小云的工资并不高 在母亲的要求下 她不得不拿出一部分工资补贴家用 就她不会问你需要什么 都是她需要什么 然后我尽可能地去满足她 在阿英看来 工作以后小云就是成年人了 她希望小云能慢慢建立起 一个成年人所具备的 对家庭的责任感 我就是说我要想丢她的心 我就想她对我这个家庭有责任 可是在小云心里 母亲的这个做法 却变成了另外一层意思 这让母女俩心里的隔阂 越来越深 我说你每个月 哪怕你一千块五百块 她从来没告诉我 然后她就觉得我很有钱 然后觉得我存了很多私房间 从大学到现在 你应该存了有十万块了吧 我在想太夸张了 这种被操控的感觉 时常压得小云喘不过气来 她觉得自己快要崩溃了 我有时候真的 我觉得她就把我当成 她的私有财产 她是生怕别人带走 一直到五一节 因为小云要搬出去住 母亲又就她动了手 她那天拧我的手 然后扯我的耳朵 对 据女儿的描述 这两千年开始动手 伤感而关 可能脖子 手臂 会有一定的抓伤 阿英怎么都没有想到 自己含心如苦养大的女儿 竟然会如此狠心地和她动手 看着自己被划伤了右脸 母亲阿英彻底寒了心 两天晚上 她就把小云赶出了家门 因为小云误伤了阿英 阿英在五一假期事发当天 就将小云赶出了家门 而小云呢 她长期生活在母亲的闭口下 无法实现自己的想法 这一次索性从家里搬出来 想有个独立的空间 于是我们看到了 节目开头那一幕 母亲阿英要断绝关系 小云委屈 想要表达心里的苦楚 那么有一个问题 虽然小云已经搬出去了 也愿意在未来的生活中 磨练自己 可是母亲阿英已经提出 她与小云本来就没有血缘关系 强烈要求断绝现在的母女关系 那么养母与养女之间 可以断绝母女关系吗 我们一起来听听律师的解答 养父母是可以和养子女 解除生产关系的 但要分两种情况 第一种 如果是养子女是未成年人的 需要由送养人和收养人协议解除 但是如果养子女 已经达到十岁以上的 需要征得养子女的同意 对于养子女已经是成年人的 可以由养子女和收养父母 协商确定是否解除收养关系 如果达不成一致的 可以由人民法院起诉解决 解除收养关系之后 养子女和养父母 以及养父母近亲属之间的 权力义务就消失了 但是并不意味着养父母和养子女 不再发生任何关系 对于经由养父母养大的成年子女 如果养父母因缺乏劳动来源 或者是其他收入而陷入生活贫困的 养子女要支付必要的生活费 如果因为养子女虐待 遗弃养父母而解除收养关系的 那么养子女应该向养父母支付 收养关系期间 养父母为其支付的生活费和教育费 好 感谢律师 我们在节目中看到 影响他们母女关系的并不是血缘 而是在平时的日常生活中 双方的沟通和想法 没有传递给对方 因此才会造成母女间的 误解和矛盾不断 那么家庭成员之间 该如何相处 如何表达自己的想法呢 让我们一起听听 心理专家蔡伟红的分析 面对这种情况 我们想对阿英说 二十几年养育的女儿 迟迟没谈恋爱 守在你的身边 已经是你人生的幸运 如果你希望这种缘分更长久 就放手让她长大 真正独立 才能在未来有能力 用更大的孝心回报你 而对于小云 我们想说的是 妈妈这一生不易 如果不是这种咬着牙的坚强 也许早就被沉重的生活压垮 所以是理解她 温暖她 日渐坚硬 但实际上又非常脆弱的内心 让她相信 这世界永远有你 永远有爱 祝愿这一对母女 放下过去的误会 好好珍惜彼此 回敬这相依为命的二十余年 感谢蔡老师的解读 现在女儿小云已经搬出家 母亲阿英要求断绝母女关系 我们的调解员们 该怎么调解呢 小姐团队细心了解 寻求母女矛盾癥结 就是说你们两个的交流 几乎是等于你 母女双方真情表达 能否消除矛盾彼此谅解 我真的不能没有你 我的人生谁做主 小区大事正在播出 小云被母亲赶出了家门后 在离单位不远的地方 找了一家日租房 暂时安置了下来 没过多久 母亲阿英就找到了海昌司法所 强烈要求与女儿小云 断绝母女关系 支持我必须要解除关系 支持我要解除关系 不要了 给这个孩子 我真的太苦太苦 真是好苦 事发当天 女儿已经从家里面搬了出去 出租了一间小屋自己住 从这个上面来看 我们可以分析 母女两的关系 已经非常的紧张 为了从不同角度 了解清楚阿英和小云 这对母女之间的矛盾根源 于所长请来了 厦门市爱萍调解服务中心的 调解团队 一起为这对母女 做一次面对面的调解 听了母亲阿英的一番话 小云也忍不住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我自己想要什么 我觉得什么样的人合适我 什么样的生活合适我 我自己非常地清楚 当然你的意见我会去参考 当然不是说所有我都没有接受 我会去听 小云伤心地说 她很明白母亲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自己 可对于母亲暴躁 而又直接的管教方式 小云实在是有些望而生畏 韩欣如苦养大的女儿 竟然要求阿英不能管教 阿英说什么都不能接受 激动的情绪瞬间爆发出来 让小云没有想到的是 本来想和母亲说说心里话 可话还没说完 就被母亲完全否定 小云也没了办法 如今她只希望 能尽快从家里搬出来 与母亲分开生活 我是成年人了 我哪怕自己有工作 我自己搬出来住 但是我不妨碍到说去孝顺她 我每个月我该给的给她 我觉得我还是要和父母分开住 如今阿英轻而听到小云说出 要搬出去独自生活的想法 她显得有些失望 你现在说出事我控制你 我当着你 如果没有你出动 我就给我算 调解员们认为 阿英多年来养育小云长大 付出了不少心血 一下子就让阿英完全放手小云 显然不太可能 调解员们决定 先做小云的工作 一方面让小云明白阿英的不义 另一方面也给阿英一个台阶 缓和一下激动的情绪 小云我也是这样跟你讲 这个我们俗话说的好 树欲敬而风不止 这个子欲养而情不淡 妈妈现在身体还健康 这个有机会的话 就现在就开始孝顺了 听完了调解员的话 小云沉默了 阿英也从刚才的激动情绪中 走了出来 调解员们认为 此时此刻应该让阿英明白 小云已经成年 完全有能力照顾好自己 放手小云才是关爱小云的 最好方式 作为母亲的很多都是 把最痛苦的 最委屈的都留给了自己 都想把最好的一方面 展示给孩子 三天雅丽他开始 就把它当作是一个温室里的花朵 紧紧地保护了起来 我觉得您考虑的是 也是有一点太多了 不经历风雨 怎么才能见彩虹 是不是 实际上还是内心是放不下 不要 我们学着 做母亲学着放手 让他们去 我放手 我支持我就是我放手 我接触 但随着激动的情绪 阿英再次表达了她的诉求 但从阿英的话语之间 调解员能明显地感觉到 其实阿英特别害怕 女儿搬走后 就此疏远了她 为了能让阿英对小云放心 于所长决定 分开给这对母女做工作 我相信你的内心不会这么做 只是你今天在这边 表示的话 你一定要强硬的手段 但是你要这样说 但是我觉得你的内心 也不希望 直接跟她解除了 为了能让阿英转变态度 律师谢坤福觉得 首先要打消母亲阿英 断绝关系的念头 你知道跟她解除的话 对她带来影响 也对你带来的影响 就特别大 整个村的 或者整个你的身边的 所有的朋友 都会怎么想呢 就说要么是你品性有问题 要么是她品性有问题 是吧 但实际真正上 你们两个品性都没问题 就是沟通的问题 听完了律师的话 阿英陷入了沉思 很显然阿英还是很在乎小云 很在乎解除母女关系后 给小云造成的影响 而另外一边的 心理咨询师谢琼芳认为 小云同样很在乎母亲阿英 尤其在阿英 几次提出断绝关系后 小云所表现出的 无助与恐慌 我能理解你那一刻 你特别的害怕 特别害怕是妻子的妈妈 对不对 是这样吗 要向阿英同意小云 搬出去生活 首先要让小云学会理解阿英 从而消除阿英内心中 存在的不安 为什么她会比较强势 要知道 是因为她一直来非常艰辛 因为生活上的艰辛 让她的性格就是比较强 现在你又要结婚了 你要想让一个母亲 当她的女儿要演嫁的时候 她是个怎么样的一个角力 为了能让女儿 真正有效地表达 对母亲的爱 心理咨询师谢雄芳 给出了建议 所以你要把这种感觉 告诉妈妈 在对母女双方 分别沟通过后 女儿小云 重新回到调解席 这一次 调解团队给出的建议 能在这对母女身上奏效吗 调解园 和心理咨询师的话 产生了作用 当着阿英的面 小云表达了 对母亲阿英的不舍 而另外一边的母亲阿英 也在小云的深情表达后 给予了小云深深的祝福 眼看母女矛盾 峰回路转 调解员趁热打铁 为这对母女制定调解方案 小云同意尽快地 从这个龙池的家里 帮出来独立生活 小云承诺 常回家看看 这个养母英姐 这个并尽到这个 散养养母的义务 那英姐承诺 不过多地干预 养女小云的生活 你们双方看看 怎么样 可以 经过一个下午的调解 母亲最终同意 暂时放弃断绝关系的要求 而小云也表示 虽然自己已从家里 搬出去独立生活 但以后会经常回家 看望母亲 尽自己的孝心 母女双方最终达成和解协议 有人常用捧在手里怕摔了 含在嘴里怕化了这句话 来形容父母对于子女的宠爱 虽说在今天的节目中 我们看到阿英采用了 严厉强势的沟通教育方式 让女儿小云完成她的各项规划 可是这种方式也是宠爱过了头 完全屏蔽了小云自身的想法和主张 同时阿英的表达方式 也过于简单粗暴 其实我们对孩子的爱要适可而止 不要什么时候什么事情 都去替孩子做决定 我们要试着让孩子自己做主 为实现自己的理想去打拼 只有这样 孩子才能收获该有的幸福 父母也不会过得那么累心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小区大事 我是琪琪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